嗨,大家好,我是莫叔叔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MMC OX混天爆的女朋友,爆炸 为什么呢?绝对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全可动的手指啊 这个并不罕见 而是一般的合体金刚呢 它的手掌都是由外挂的一些配件变成的 像IDW的大力神 它是可以变成一个火箭筒 又像泰坦冲云霄 它这个是塞在脚板底下面 也是变成一个武器 而这个却不一样 完全是一体变形的 这一点就实在很对我的口味 它变形是冲过两边合并变成的 在这个前提下呢 手腕居然还可以转动哦 但是呢,极限就是这样子 这边朝下 然后拧到这里 不能够完全朝上 这里就会有一点点可惜 但是也非常合理 可以接受 这种设计我真的是服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手臂的活动范围 大概就是90度 这些齿轮关节 卡位还蛮紧的我觉得 然后这边可以平转 爆炸的武器可以收纳在这里 变成飞机的时候也是可以藏在这里面 这点好评 好,那么我们就来变个飞机吧 首先先把这一个卡扣给按进去 然后旋转到正确的方位 然后这边手要恢复到 这一个向下的状态 之后先把这边打直吧 避免干涉 先把裙甲给翻开 让腿部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然后就是掰 这枪先拔掉它 首先这边 后面要翻开 先把一些遮盖的东西都先翻出来吧 这边遮起来 这可以合在一起 是一个喷射口 手掌 先收起来 然后这样子 这边整块可以打开 然后就悬进去 从这边悬是不是好点 悬进去之后呢 这里面是一个压缩了好几层的 把它拉到最外面 这边有个小凸起 跟这边也对一下 再来看外面这里 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掰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 掀起来 这轮子也掀起来 折到前面去 另一边脚也是一样 好 那么现在这两个脚就可以合并了 合并之前呢 腿的关节竟然都打直 它卡扣有很多 你耐心一点对一下就可以了 一点点扣 能扣一些是一些 它最终都会很好的合在一起 它最终都会很好的合在一起 应该差不多 然后这一个裙甲的地方 要同时 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关节的 要留心一下 这边扣了 然后中间也扣回去 之后 侧边这里 像平平图一样 扣在一起 然后上面这两块东西是可以翻转一下的 这边也是像平平图一样 有个卡扣耶 它这个变形手感挺好的 不会说割手啊很硬啊那种感觉 所以把侧面这个 这里有个小卡扣先拉出来一点点 往上翻 这边扣住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这里是不是空了 没关系 这里是可以打出来的 可以遮住这个地方 就把这个起落架前面的给翻上来 那么这一个应该是穿梭机吧 我忘记放进去了 每次变得忘记放进去 这样子看会有一点头部向下 我其实个人会更加喜欢把这两个给收进来 然后这两个当轮子用 其实刚刚这两个应该是放在里面的 这样子 看一下哦 这一个外围 还有底部 我觉得都收纳的挺好的 尾部的喷射口 这里会有点粗细 其他方面还好 这机身有27厘米长 它的尺寸很称它的颜色 手形态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放在第一个角 然后就是这个载具形态 最不满意的是人形 但是一切都是为了合体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就来求求你做个人吧 我们首先还是变角吧 先松开 这里 然后再松开这个轮子的地方 这两块拼图 第一次可能会有点紧 后面就相对容易掰出来 然后我们也是松一下这个裙甲 上面两块弄开 然后这个裙甲就可以给掰开了 之后两只腿又要分离一下 爱的有多深伤的就有多痛 我的意思是刚刚插的有多紧 拔出来就要用多大的劲 然后先把这个收回到这里面 这里顶住了 把它收到下面去 把这个喷射口收回去 这里要小心用力过猛弄伤手 它这里全身唯一不要紧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这一个推的地方 你也不要推得太近 刚好它能够卡在这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收起来 这一个转到核四的地方 下面也有一个小凸起 可以结合 这个脚步 前面翻过来 这样就变成它的脚尖 这机翼折到后面去 最后这一个转一下 这里插 那么一只脚就变完了 现在两条腿都变完 它本来飞机的时候呢 这里大腿跟是靠内侧的 但是你现在变成人了 你就要有个顶天立地的样子 接下来变上半身 上半身的话呢 首先胸口这一块跟手臂之间有一个卡扣 先松开 然后两只手就可以翻下来 把这两只手分开 把它头翻出来 然后这两个插进去的地方 往后绕 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还原设定的小背棋 这两边往里面按 它这整个机头是要转180度的 但现在它需要先腾出一个位置 才能转 就要把这一滴打开 打开之后又要把它给合起来 然后这两个手现在可以顺利地往两边放 里面有个卡扣位扣紧 然后这一块东西翻下来 背的话呢就这样 这样子放着 这里盖回去 背部就变好了 然后看两只手 这边下面可以悬过来 然后二头肌的地方 再悬到前面去 之后这一个手 是可以 这样子往下 然后转180度 避开一些干涉就好 这样一边手就变好了 另一只手也变完了 那么这个人形就大功告成 它整一个的身形 我觉得上半身是有一点点长的 然后肩膀不够高 没有接地 这几点是我相对来说不满意的地方 但其实也还好 该有的都有 它这把手枪 这边是枪头 然后这一边是握柄 这里四肢可动 但是只有一个根部的关节 头部向下向上 左右没有问题 平举没有问题 前面超过90度 腰转有 前踢90度 齿轮关节 听到声音很满足 侧踢90度 这里虽然不是齿轮 但是还蛮紧的 屈膝90度 把一些比较常见的post都是可以的 就是没有接地会比较遗憾一点点吧 它身高大概是21cm 应该算是V级还是L级呢 正面看来是挺可以的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荒天豹的合体效果吧 好了开玩笑 它两只腿因为还有一只没有出货 所以就暂时不装上去了 喜欢这次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家数十三连转评赞 慕叔叔还有很多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下次见